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6号星期天 谢谢您在周末也抽出时间来收听收看我的节目 我是王马瑞 刚刚纽约时报在一个小时之前 刊登了一篇重磅的报道 篇幅非常长 作者是三位非常资深的纽约时报的记者 题目叫做拜登的中国之旅 这篇文章系统的回顾了拜登和中国和中共打交道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还有一些关键的节点 那这篇文章对我们理解中国和美国为什么走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地步 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的冲突 好像一种要分道扬镳要决一胜负的这种感觉 现在都有了 另外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在现在的总统大选当中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共和党和民主党为什么会怎么来打这张牌 这个文章都给出了非常有趣的信息和视角 比如说 比如说回忆起来里边充满了很多的动人的细节 比如说2001年 拜登作为高级的一名参议员 他当年是领导着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 他是Chairman 在中国他去了北戴河和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以及其他人都见了面 在这次会见之前的双方的互相的寒暄以及中下层一些官员对他们接待里面 拜登和他的人员和中方这些人进行了这种非正式的一些交流 非常有意思 他们甚至谈起来当年的信不信案 双方立场不一样 中方的角度就非常有意思 因为中方认为这充分体现出来了美国司法制度的一些很大的问题 这个你看明明辛普森杀了他的太太 在美国司法制度底下 为了这一个这个证据不能说确凿吧 一个犯罪嫌疑这么明显 基本上能够用排除法 不是他杀的谁杀的呢 这种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耗费了巨资 各个电视台把他当成了头号新闻 搞了这么长时间 还是没有能够把他定罪 这个就充分说明 但实际上2001年的时候 拜登率领了这个很高级的代表团 去北戴河见中共的领导人 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和中方讨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就从这个会面前的细节 我们都可以想象当年中美两国双方 不管是党的方面还是政府方面 实际上双方相处是比较融洽 比较放松的 你看开会之前还讨论这么多 貌似八卦的问题 用以此来流露出来一个对彼此这个法律 政治制度的一个看法 在这种貌似闲谈的过程当中 其实流露的才是双方这些主要经办人的一些真实的看法 和对将来中美两国关系一个真实走向的一个真实判断 所以这个细节放在了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开头 那么当年拜登去北京去北戴河和江泽民这些人见面 谈了这个加入世贸的问题 到今天回忆起来 纽约时报也采访了很多的当事人 他们共同认为 不能说把中国弄到世界贸易组织里面 这是民主党犯下的错误 这不是当年这个决定是美国国会集体做出的 而且当年的这个票数是很高的 投票的比例是83票赞成15票反对 你看绝大部分都赞同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原因呢很简单 那就是从世界贸易组织本身的性质和结构上来讲 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排除在这个贸易体系之外 对世界不利 对美国也不利 美国就失去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当时像美国的通用汽车克莱斯勒这些 也都是极力想搓成这单 世界上可能是最大的生意 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联党共同做出了这个决定 当然我们把时间拉回现在 川普就是在前两天的这个演讲里面 把中国加入世贸说成是世界上本世纪以来最具悲剧性的一个事件 最差的一个选择 他这么说是用以此来打击他的精选对手 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也在打击民主党 但是我们通过纽约时报的报道发现 我们回顾一下以前他确实是体现了美国整个商界和整个政界的一个共同意志 当然反过来说 当年即使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赞同 现在他们回顾起中国的和中共的这个关系来 其实双方都有很多的后悔 并不仅仅简单的说因为选情必须要这么说才能这个符合自己的近期利益 事实上也不是 我们看到纽约时报采访了拜登 他身边的很多高级的幕僚和智囊 这些人啊 当初比如说啊 这个叫坎贝尔这位 他是当年拜登时代的美国负责亚洲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他当年也是全程参与了 比如说像这个中国加入世贸啊 还有后来拜登作为美国副总统 接待中国代表团中美关系里面的各种重大事件 他目前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 向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回忆起来 也是觉得啊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并没有达到美国的预期 这里边就不分民主党和共和党了 没有达到美国当初让中国加入世贸 他们伸出双手来拥抱中国 所希望中国达到的那个目标 那就是建立一个让中国加入世界的大家庭 成为一个体量巨大影响巨大 同时又能遵守国际规则 这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伙伴 那当然民主党的这个本身的立党的性质 他就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 喜欢唱歌调 当年他们确实不是说假话 也确实是这么认为 就是我们欢迎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但是你要是一个负责任的一员 要是跟大家应该说价值观接近 脾气相投 这样才不至于让你加入以后 把整个家都搞乱了 是不是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但是Campbell前一些天也在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 对这段历史予以回顾 认为确实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 这些年以来没有达到美国的预期 让中国相关的方向走 那同时 民主党在历史上对中国违反人权的一些恶性事件 它的反应是不差的 比如说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在八九年的六四事件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全世界都震动了 更不用说美国 更不用说这种一贯与民主自由 唱歌调起家的民主党 当时拜登就采取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举动 他搞了一项立法 用联邦的资金资助了一家媒体 就是用来在全世界方面内 尤其是向中国的民众灌输推广这些民主价值 这家媒体就叫做自由亚洲之声 大家都知道经常看外媒的 大家都知道自由亚洲之声到今天 仍然是在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媒体 我们这家我们这个节目也偶尔的引用他们 质量还是不错的 这说明拜登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工作 而且当时拜登也第一次认识到 中国和他经常去的 他经常和他喝摩台 看明女的中国 实际上是一个中国 但是他体现出来的是不同的侧面 那每当他的这个一党专政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就变成一个brutal system 这个里面加了引号 这是拜登的原话 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制度 在我们的节目进入下个环节之前 我们请您给节目点赞 打赏 您的支持是我们前进最大的动力 谢谢 到后来美国就改朝换代了 小布什就上台了 小布什任内发生了全世界震惊全球的 至今改变历史 没有比他这个程度更大的事件 那就是911 那911事情发生以后 美国的战略重点 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这一点都是一致的 当时他们脑子里转的 每天开会谈的 那就是中东阿富汗 以及在911以后 怎么在全球范围内抗击 这个恐怖主义 这个时候 怎么让刚加入世贸的中国 遵守规矩 让他们的体系 能够慢慢的走向一个民主自由的体系 在市场化方面 也确实能够按照西方设定的 几个关键指标同步进行 这些都被忽略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现在的一些民主党认为 恰恰是小布什在任的时候 这个共和党犯下了一个战略失误 那就是没把中共这个事 当成大事来搞 光顾着找本拉登了 所以这个事情 这个民主党算起账来 角色自杰 也是一度的委屈 就你不能把今天对华政策的失败 或者是没有达的预期 都怪到民主党头上 后来 奥巴马 拜登入主白宫以后 在那段时间 特别是2011到2012年 拜登本人和习近平 一对一的见面 至少八次 所以在美国的政坛里面确实比较了解习的是拜登 他甚至和习和拜登 在中国的时候 他们在四川的一家这个高中里面 两人还一块打篮球 就说这种 对他不管是私下里还是公开场合的这个了解 拜登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个坎贝尔这一位当时的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布卿 他回忆起当年安排这些形成的细节 他说拜登当时把习判断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一个非常tough and unsentimental 就是是一个非常强硬 而且喜怒不行预测 不太扑扑扑扑扑的这么一个领导人 那么而且这位领导人就是指习近平 他对美军对美国人的所谓的强大实力 表示怀疑他非常坚信中国共产党的优惠性 而且在这个对峙当中中共必将获胜 这是拜登对习近平的一个整体排断 所以当我们回来以后在白宫开会 拜登还告诉他这些顾问们 他说我认为啊 有习近平这个人 我们啊手里的活就少不了 他说we got our hands full with this guy 两手都满了没机会干别的了 你就忙去吧 事实证明也确实是这么回事 因为习近平他们这一波领导人 这一波领导集体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 那就是要刻意的用冷战的方式来打压中国 那么在2013年中国就开始在东海 还有南东沃海做一些主权的声索 而实际上那里传统上是美国军事控制的地方 那么拜登当时还支持政府 美国政府派美军的轰炸机啊 派一些军舰去相关的区域去游异去示威 他也亲自告诉习近平 华盛顿对中方在南海东海这些区域的活动很不满意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啊他们之间的友谊以及他们作为国家领导人互访的时候 在一一二年建立起来的那种友好的感觉和情绪就当然无存了 这篇文章还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 大家感兴趣可以到纽约时报网站去看 但我怎么注意到这个这篇文章的呢 是看到了纳瓦罗的推特纳瓦罗的推特转了这篇文章 当然是持一个批评态度 他说你看这个这个左棍纽约时报啊 今天刊登了一篇关于拜登和中国关系的文章 整篇文章没有提到拜登的儿子 即使这样也显示出来了啊 这个和中国的关系这些年为什么走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所以啊纳瓦罗对纽约时报这篇文章也是又拍又打 既有满意的地方又觉得不解恨的地方 那这篇文章确实没有提到拜登的儿子这个小拜登 但最近啊关于拜登的儿子和中国的关系 有很多的很有意思的地方 包括他们整个家族 那么除了他在中国银行相关的基金里面 拥有非常高级的职位 一个董事职位这种铁板钉钉的事实以外 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例浮出了水面 那就是啊这个香港影星胡慧中的老公 何志平啊到美国去贿赂联合国的重要官员 被FBI逮捕 逮捕以后这个何志平第一时间 第一个打的电话就是给他拜登的弟弟啊 拜登的家人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哎不管你怎么做 你这一切啊都摆脱不了这个嫌疑 而你在美国犯了这么大的事 贿赂联合国官员 你这个第一时间找他 找他无非就是给你帮忙 跟你说情啊 让你这个达到预期的目的 赶紧脱往而逃 哎 这说明拜登在他们的心目中 那就是自己人 所以这也是目前拜登这些敌人们 用于攻击拜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势力 这个确实拜登难辞其咎 那么根据今天纽约时报刊登的这篇文章 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是什么呢 那就是不光拜登本人 还有半灯一旦上台以后 他的核心的内阁 他的幕僚 他的主要顾问 比如说这个堪彪他们实际上也都已经在中美问题上 看清楚了这些年被中共给耍了 这一点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 而且现实的情况就是他已经成为了 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已经成为了 这次总统大选核心的议题之一 那也是川普手里的叫大规模杀杀性武器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 即使拜登真的能够上台 他绝对不敢对中国下手更轻 他肯定会下手更狠 那事实上从最近的一些言辞看来 他称习近平为Fug Fug在英文里就是这个恶棍 基本上是个恶棍的意思 而且他表态会见打来喇叭 而且要对中方进行制裁 而且他认为新疆发生的事件就是个genocide 就是一个种族灭绝 一个种族消灭的一个行为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中方真的是赶上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时候 也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这么一个局面 另外我们今天再来看一看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研究所前所长郑永年 涉及的两起被指非礼女下属的事件 其中一起证据确凿 郑永年已经被警方严厉警告 为这个事件 国大也正在进行内部调查 但结果还没有出炉 另外一起也就是随之发生的 警察已经调查后 表明不会进一步采取行动 结案案件因此了结 这是今天新加坡联合早报 透露出来的信息 那么国大的发言人 昨天答复联合早报询论时说 国大已经知道两起涉及郑永年的事件 而就当中被警方严厉警告的那些 郑永年正在接受调查 调查结果没有出炉 那么郑永年先生 昨天晚上也通过新加坡的律师 许廷方发表了声明 说不管是第一名女子还是第二名 他断然否认所有关于性骚扰的指控 并指出新加坡警察向他发出的警告 没有构成罪责或事实的裁断 声明还说过去几年 一些媒体报道一名东亚研究所女职员 指控郑在2018年 性骚扰了他和其他女职员 并说郑就非礼事件被警方警告 一些报道也提及郑永年 向东亚研究所辞职的事情 那么除了否认指控和解释警告的含义 声明也指郑永年的辞职和相关的投诉 根本没有关系 他只是为了可以专注做好喜好的研究工作 所以决定接受新职务 辞去东亚研究所所长一职 这里说的新职务就是指香港中文大学 在深圳的校区搞了那一个所谓的研究院 那么郑发表的这些反驳的言辞 应该说不出意外 因为现在他这些事情过去的时间太久 当事人很难再拿出 不管是公关上还是在法庭上 能够完全被接受的证据 所以郑永年在这个时候可能也是有恃无恐 而且他本人也在考虑选项诉讼 这意思可能会反告这两名 对他进行指责的女职员 但是他今天的这个声明里面 实际上讲的有些东西 我认为还是有点金蝉脱鞘的一个感觉 并没有一个很恰当的解释 比如说他说最重要的一条 那就是新加坡警察向他发出的警告 并没有构成罪责或事实的判断 你是可以这么说 从资本上这么理解也没问题 但关键的问题是 像类似这种事件 警察没有告你 并不意味着你就没罪 那很可能 更不意味着没有这个事实 那很可能根据事情的性质 或者根据当时很多的因素考量 警察不予以起诉 也就罢了 就是他不进入这个程序 但是和你是不是构成的罪责 或事实的裁断 这个没关系 他也没有构成 他也没有不构成 这就是警方认为需要向你发出警告 让你小心 让你要这个behave yourself 让你这个自己要更多的注意自己的言行 那么上一次新加坡的一位华语学者用的这个手段 那就是黄静黄静现在到了中国应该是去了中国语言大学 也是搞了研究所 新加坡对他的处理很重 那就是把他驱逐出境 他和他太太 驱逐出境以后 此生再也不准入境新加坡 原因就是因为他 带着特殊使命 老在新加坡啊 想让新加坡的政府某些部长啊什么的 按照他提供的信息 来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 那么在新加坡来讲 这也是个大事 你这次服务于外国政府 试图影响新加坡的国策 那就给你驱逐出境了 把他的绿卡 新加坡绿卡 赢得决定权也给吊销了 当时新加坡政府的犯人 也并没有这个直接说他犯了什么罪 那可能新加坡政府 如果也有这个选项啊 就是进行司法的处理 那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出于各方面的原因 人家没有这么做 所以黄静竟然也用这个理由 就是说新加坡政府没说 我到底做错了哪了 或者我我到底违反了什么法律了 你没有指控你违法 和你是不是真的违了法 是两回事 只不过新加坡当时 出于各种考量 就把你们这帮人啊 赶紧给我赶出去拉倒了 不要再让这个事情 在新加坡国内再发酵 最后发展成为一个 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或者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场景 对各方面都很不利 所以你看现在 郑永年也在用相同的辩词 就是说警察警告我 但并不意味着我有罪 或者有什么事实存在 那关键问题就是 那他警告你郑永年干什么 他怎么没有警告 王永年和李永年 对不对 同样换到房境身上也是一样 这么多在中 在新加坡教书的华人学者 几百位总有吧 为什么人家都在那好好教书 就你被新加坡政府给去除出境了 你难道你没有什么做的不妥的地方吗 从这个角度讲 郑的这个辩词也是显得非常的苍白无力 那具体怎么样 我们还要看后边这几天的一些进展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因为是周末 所以我们聊得比较轻松 简短 我们相信下周又会有很多的新闻事件出来 我们会随时关注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谢谢 也请您给节目打赏点赞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感谢您